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頭條 今天又拍大包為大家報導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這次的節目是關於搬尼對曼城的球賽 曼城結果不讓令大炒搬尼 但其實這個比賽的重點不是曼城回來了 因為曼城在復賽後的比賽表現得相當出色 之前3比0贏了阿仙奴 大家都知道在北英珠復賽後 所有球賽都會對Black Lives Matter做一些致敬 但無端端在這場比賽之前 大家在做致敬的時候 有一個飛機帶著一張Banner 叫做White Lives Matter 其實有點意識在這裏 搬尼隊長Ben V在賽後訪問 跟VBC說 其實球迷不應該得到這樣的對待 我們實在有點羞愧 我們非常尷尬 這個應該是一些 因為他寫著是搬尼的 即是說White Lives Matter 應該是一些很少很少的支持者 我知道 我可以代表大部份支持者說 我們都不會跟他們扯上關係 亦都會盡量去保持一個非常大的距離 這個絕對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看到 在天空上有這樣的Banner 我們絕對感覺到很尷尬 因為我們的名字 即是搬尼足球會 名字擺在上高 可能想跟我們的球會 扯上關係 但絕對不是 跟我們的球會 完全沒有關係 而搬尼作為一個球會 亦都出了一個聲明 他就說 我們絕對支持我們做的事情 亦都是一個社會的責任 我們會做一些相關事 看看這件事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他亦都覺得這個動作是不負責任 無端端弄一個飛機去做一條Banner 是完全代表搬尼足球會 他就說 我們很清晰地說 這件事跟我們完全沒有關係 我們亦都不歡迎這件事 在我們的主場Turfmall出現 我們亦都對一些相關的 受到傷害的單位 包括英招球會 包括萬成和所有 幫忙去宣傳Bag Life Matter的朋友 我們已經是球會 我們球會覺得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所有人都公平的 無論他們的性別 宗教或者信念 都是一樣的 尤其是所有的歧視 我們都不會贊成 最後他也說 搬尼完全支持英超的 Black Life Matter的一個 運動 我們亦都會跟著 英超是來到Project Restart 所以我們會跟著所有的標準 我們會跟著所有的標準 除了Bang Me之外 還有其他的球員 也有說話 例如萬成和英國蘭的前鋒 Rain Stirling 就說 其實在各個球員和 英超球會的配合之下 大家一齊去單膝櫃 為這件事去支持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因為他一直都說 希望可以消滅到種種歧視 Stirling一向都是 這件事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希望這個開始 其他人 越來越多的人 會明白到這一點 另外 Codellina也有說 萬時的領導 不過應該是之前那一場 他說 其實 他說作為一個 一個 如果我們的種族 那個不公平的事情 其實已經發生了四百多年 我們一定要嘗試去改變這件事 這個是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但是他就覺得 我們每一天都一定要很努力 去爭取這件事 終歸可以達到我們的目標 這件事在英超的賽場上 我想大家 所有的球員和球員都很尊重這件事 但是始終 在英超的比賽 開賽之前 在天空中發生一件事 其實也是一個 不太想見到的情況 希望這件事不會再發生 大致上這次的節目就是這樣 多謝收看,拜拜 今天要找到我們 那就是 你便要做全面 都要做什麼 那些人還要做一種 因為那些人 很多人都可以進入 因為這就是要做了 這樣做的 後來 我愛吃了 沒有什麼 吃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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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